所以我现在我非常的感慨 就是说这一场仗如果一输的话 国民党的内斗会变加的激烈 你尤其朱立伦一定变成剑拔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论出讲人张有话 南投县立委的补选 容我说一句很放肆的话 2月16号如果大家有看这则视频 林明珍跟蔡培会的选情 大家就可以知道 我在2月16号我就对国民党提出了警告 林明珍不见得吻赢 毕竟在民调差距的范围内有可能翻车 所以请各位去看2月16号 我的视频就是讲到南投立委的补选 林明珍极有可能翻车 我在2月16号讲完了以后 那当然我国民党的朋友就曾经跟我联络 他说我讲的太悲观 很多都不是根据现场的事实讲 可是各位要知道 在2月26号的时候 尤其在25号的晚间 林明珍跟国民党中央党部频频通话 他要求蒋万安 张善政 侯友仪 卢秀燕 朱立伦 还有相关的人士到南投帮他服选 拉台绅士 所以我们看到 26号27号跟28号接连三天 国民党在南投大造势 国民党不是说稳赢吗 怎么会搞得紧张兮兮 我现在告诉各位 四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蔡培会的声势几乎都压过了林明珍 这个林明珍从自己的民调里面 已经看出了危机 那第二个 就是国民党认为他可以四连胜 但是我已经讲过不保证 我在2月16号提出 那我提出的警讯的用意有两个 第一个就我的观察 南投县会陷入苦战 那第二个林明珍可能会翻车 为什么我会讲翻车呢 翻车两个字 你表面领先 可是你基层不动 这个是林明珍最大的问题 这个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我告诉各位 我问过了南投的我的好朋友 几个重要的庄角 他们告诉我 蔡培会是在准备下一场战争 那林明珍是最后一战 两个心态不一样 那蔡培会是用梨田的方式 所谓梨田的方式是 每一寸土地他都开挖 但是林明珍因为是最后一战 他是想清理战场 这两者打法心态完全不一样 一个是积极一个是被动 积极的是蔡培会 蔡培会认为他不管这一场 赢还是输 他下一次他还是要选 所以他为下一场战争预作准备 但是林明珍认为我是老将出征 我老将出征只要少的好的话 我就可以清理战场 这个是心态完全不一样 这是第三个 那第四个国民党的内动 终于影响了选情 我老早我就讲出来了 但是国民党停不进去 我有什么办法 反正党主席不送 那现在南投弄得紧张兮兮 各位要理解到一个重要的事实 赖兴德已经进驻到了南投 况且要一个礼拜 那过去我讲12加2的辅选人员 都是立了军令状 所谓军令状就是选输了 你们不用回来 换句话说 民进党是背水一战 那国民党呢 你还在那边 一个初选搞不定 一个南投补选 又是盲目乐观 你导致了今天这个恶果 我在2月16号我就特别开了一集 那个时候国民党没有人相信我的话 那也有人认为说 我对国民党是有成见 那更有人说我在唱衰国民党 因为选情大好 必然四连胜 可是那我告诉各位 我南南投跟王宏威的补选 我观察的结果 王宏威 他们现在公布了民调 就是那个时候他赢3% 我说你胡扯什么东西 我说7% 王宏威可以拿赢 吴银龙的7% 笃定胜选 松山区平盘 得松山赢 但是赢7% 从12到7% 那12到7%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就是投票率 就是投票率 所以我是估到了4成2 结果投的出来是4成3多 跟我判断的差不多 不是说我对选举看法非常精准 完全不是这样 而是说我们去观察一个选举 第一个看氛围 第二个看气势 第三个问庄角 第四个看民调 我是综合这一些条件 那包含我在2月16号 我提出警讯的时候 我已经看到 民进党这一次的打法 跟过去是完全不一样 他回复到了民进党的打法 那国民党呢 反而也回复到过去传统的打法 他们认为稳赢 赢多赢少的问题 但是我告诉各位 就是因为心态不一样 他打法他也完全不一样 那蔡培会不管怎么样 他四年打四场战争 他都是为下一场战争 预做准备 所以我就从这个地方判断 再加上12加2的宣传人员 大内宣人员进出 我就已经看出事机不妙 所以我事先预警 那现在林明珍的状况 我回过头来跟各位报告 第一个他组织动员 没有办法拉抬 那第二个就是过于保守 就是过于保守就是误判 认为我只要不犯错 我就稳赢 天底下没有这回事 那第三个就是国民党的内斗 的确影响了选民的投票意愿 这个给朱立伦一个警讯 那第四个 这个是赖金德担任党主席的第一站 也是大选前朝战 那国民党认为这个是什么 县市长的延长赛 两者心态完全不一样 你不要以为黄敏会赢了 王宏威赢了 然后林明珍一定赢 况且林明珍是政坛扰价 没有败过 怎么会有这种心态 所以我现在我非常的感慨 就是说这一场仗如果一输的话 国民党的内斗会更加的激烈 你尤其朱立伦一定变成剑拔 事实上很多人希望我能够 那我能够把南投县的选情 好好的讲一讲 是其实不必的 剩下两天了 剩下三天 剩下三天其实不必讲了 为什么不必讲 原因非常简单 这个时候国民党如果不挥师南下 朱立伦到南投坐镇的话 极有可能翻车 而且胜负我修正一下 我在2月16号讲 是差不多是差6000票左右 那现在我修正到3000以内 然后你投票率大概是在四成 投票率越低对国民党越不利 那现在国民党要赢的唯一的方式 就是坐镇 除了坐镇我想不出来 第二个开始动员 一定要拉高投票率 否则极有可能翻车 让赖兴得赢了这一仗 第二个开始动员 就会参加了这一仗 请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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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论